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这盘棋是9月3号三星杯的32强的第一轮 对 是的 三星杯当然它是一个特殊的比赛 尤其它这个比赛赛制也有意思 它是第一阶段是四个人组成一个小组 然后是双败淘汰 对 这就不啰嗦了 总而言之呢 陈耀业和李适时又狭路相逢 他们两位这个总成绩 他们之间的对阵总成绩 好像是打平是吧 对 是的是5比5平 他们两位从过去到现在是5比5打平 所以这盘棋有一点点要暂时说出一个结论来的意思 行 我们来看棋 这盘棋李适时九段是黑棋 对 我们知道要说呢 他们之间谁受到的伤害更大呢 应该是李适时更大 因为他是春南杯输给了陈耀业 那也输得有点大 有点大 决赛有些事 而且陈耀业据此呢 他成为了就是有了第一个世界冠军 这个心理暗示这些都很好 他就完全有一种完全放开的感觉 是的 是的 这小伙子的棋现在就越来越挥洒自如 有这个影响 对 好 李适时肯定也想跟陈耀业拼啊 心里不服啊 这个白棋第二手呢 下在了右下角 在大部分的棋谱呢 这个是比较少见的下发 一般都是在左上角 然后下成一个两边平行的那种布局 是是是 他这么说吧 在旗舰白棋第二招 下在黑棋的右下角 他是表示一种斗志 他是一种斗志 那么他表示了斗志 李适时呢 下一个小木 错小木 对 然后白棋下这 单就技术而言 他就说人家下这个小木 向着你的小木 你下在右下角的话 那么就是说 不让他下成那个 特别流行的那种布局了 可以 因为他很有可能 比如说你下个这个行为 然后他就一会儿从这挂过来 又下成一个流行形布局 是是是 有可能会那样子 对 对 白棋他也有理由 对 他自己下这招棋 他会给自己找一个理由 是的是的 嗯 行这个话题也有趣 但是我们还是先看棋吧 下边一招棋 黑棋手脚 在这儿 然后白棋挂脚 黑棋脱 就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黑棋啊 他主动的下棋 这个布局我们以前也见过 在很久以前了 有很多话题 黑棋再退 太长 拖一下 然后虎 走这个 走这个 哎呀 很好 很好 小七他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我现在这个人老了 年纪大了 我记不清楚 在我的印象当中 我看旅士是那么多的棋 没有看见他下黑棋 下这个布局 一盘我都不记得 从没见过 没印象 因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布局呢 它是很稳 是的 速度当然相对慢 对 就是你如果没有特殊理由的话 稳 它就一定是慢 是吧 只有快才可能飘慢 那么李四十九 当然他是以栗战型 这个特点建长 对 是吧 著称于世 很少看到他要开始摆出一副 给你铺地板的样子 但是现在有这个意思 没有很有意思 我觉得这个棋太有意思 而且这盘棋 我们看一下 就会发现 棋畏无穷 虽然没有出现真正的 到有结果之前 没有出现大杀伐 大砍大杀 没有这种 但实际上非常有味道 我觉得李四十九段 他在试这样的棋 也是反正我个人 非常想看到的一种景象 而陈谣越九段 下这种棋 其实也很擅长 它的类力是很深厚的 所以我们一看 就叫做一个古老的布局 放在盘上的时候 考虑到两位对手的情况 给我们一种耳目一新的印象 就是这样的感觉 确实够古老的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个很有意思 黑棋现在它是挂这个 它没有挂这个小木脚 对 下的也挺 对 这个都可以 很新 都可以 但它可以找个理由 有一个理由 就是说 这两个子 哪一个子相对弱一点 就我们下围棋的时候 广大的气候 如果能从这个角度切入的话 它趣味会更多 就是黑棋现在要在这一边 它决定了 我不能在外边下 因为我这边比较强 那边也是这样 又是个背朝着的小木脚 那么我要两个脚挂一只脚 那么两个脚 你要挂一只脚 小秋你想 你应该是挂对方强一点的脚 还是挂对方弱一点的脚 可能要挂弱一点的脚 应该挂弱一点的 是不是 那么这两只脚哪一个弱 虽然没有非常准确的结论 但是我们可以认为这个脚相对弱 因为远远的 远远的 远远的 这个子 比较强 比远远的 远远的 这个子 要近一点 对 而且要强一点 我觉得蝴蝶效应 南美的蝴蝶 它的翅膀的扇动 也许是北美飓风的成因 很著名的一个西方的段子 但我觉得它在围棋盘上也可以 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 至少会觉得得到更多的乐趣 实际上你说我下这个行不行 当然行 你下这个不行吗 当然行 下这个都行 什么都行 可是你这样看不觉得它更有味吗 好 李诗诗选的这个 我们接着看 白旗二肩高加 二肩高加 那么黑旗下一招是双飞燕 这起来非常有味道 靠 靠 盘主 长 然后拖 拖一个 对 首先这个下法 这个拖这个下法 基本上这个定势就是 它就记录了我们棋戒手的价值观的变迁 记录了一步 这个话怎么说呢 在过去这个定势刚出现的时候 这招其实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它会下这个 挖粘 对 粘上 然后黑旗毁了 打这个 粘住 好了 二肩高加的时候过去认为没有 不行 它主要是有头被挡住了 头已经被挡住了 你这个顶正好被挡住了 所以我们对古谱有点了解的 所谓古谱就是从八十年代开始 一直到九十年代 零零年那个时候 这个旗幅见的比较多 三肩高架的时候有双飞燕 它可以藏出来 但是二肩高架这个头已经被堵住了 你抵不动了 所以最早没有 但是后来有 后来你就发现 其什么思想很开心 发现这个二肩高架为什么不行呢 我被你堵住 堵住又怎么了 堵住就堵住 不是也活了吗 所以有有段点 简而言之 就是因为思想的进步 才出现了这个下法 是的 才出现这个下法 不然不会有的 那么在这盘棋当中 李世事也这样下了 陈彥业当然也熟读兵书都知道 所以他不愿意走这个 他就搬了这个 黑旗街上 白旗街街上 这也是定时之一 黑旗街贴出来 白旗街在照 正常的 黑旗呢 李世事 先把脚跟站稳 这个虎也是必要的 然后白旗就挡住了 对 形成一个转换 这个两个人 哇 下一招这招起 一看 觉得有意思 下去 你看作为堂堂这个战士的李世事 他会下这一招起 您觉得他非在二楼 一般来说 是啊 一般来说 过去我们的形象 李世事九段不是欢迎人家走这一招 是吧 这个地方就是战场了 结果这盘旗呢 他下了二楼的飞 非常厚 呃 由此呢 我又在想另外的问题 我们通过这个旗的招法 啊 给大家聊天嘛 想另外的什么问题呢 就是 前不久的这个村南碑 一来这个较劲 是完全不一样的 肯定都都较劲 好了 结果呢 这盘旗突然凌人耳目一心 你看 上来开始打游击战了 打地道战 就是非常稳 好像他想用一种很平稳的方式 和这个陈瑶也不太熟悉的形象 大家都不太熟悉的形象 和陈瑶也较量 我觉得再把它翻译的话 他好像想告诉对手 这个战斗的棋我很擅长 但是和平的棋 功夫棋 我也是高手 不见得你就比我强 对 好像有这个意思 结果呢 棋局的进程 待会儿我们可以看到 到中盘的时候 果然在这个进程当中啊 李世时获得了很大的优势 好 我们接着看 手脚 手脚 对 一起插一个 是 这个手脚是不是 此时此刻最大的 这是一个科研题目 我觉得另外一种下法 当然也可以 小七就是走这个 拆过去 然后让他一起挂 你已经踹了一个了 所以这一代的价值相对变低 左边相对变大 但是这个不决定胜负 好 实在呢 陈瑶也下了这个 也无可非议 他走这个 拆二也无可非议 跳起来 跳也是没有问题 然后白棋下一招爬 因为现在全盘 看的比较大的地方 这是第二个 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 也要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小球你都不见得知道 就是这个故事 就是无忧角 二路下的拖 后来呢 因为年轻人们开发一个新的下法 才使这个变化 原来一直认为是白棋不错 很怪 你看过去的价值观是什么呢 就是不能退 这个棋不能退 第一个是不能退 被人家一搬 一顶 他一粒 一粒 结果呢 你的脚被人家掏空了 太大了 把你等于西瓜 对 把西瓜 然后给你全部挖走了 给你剩了一个空壳 这个棋利啊 居然在上个世纪 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 世界大赛上出现过 就是叶卫平对日本的有一位九段高手 叫大平修山 修山 大平修山 那盘棋 叶老把人家大平的无忧角掏空了 所以那会儿 就是叶老还不是说名正天下那种情况 结果叶老的白棋一会儿就完胜了 在四十通碑世界大赛当中 你看大平九段当时是很有名的一位棋 居然这个角头容忍被他掏掉 那么如果不掏掉是怎么回事呢 当时的下海就是这个 加一个 加 我们记得看非常有意思 白棋顶 白棋一定是顶 黑棋爬回来 爬回来 对 那么白棋就拐出来 白棋一定要拐出来 黑棋再断 这个很有意思 这是一个特殊变化 它的过去和现在有什么不一样 好 白棋呢 下一招 吃 拐头 拐头 你借也可以 我走哪 对 他就因为接呢 是被人家一打吃难受 对 你也不知道这个接还是不接 如果不接你也没法攻他 关键这个地方你还得补一个 是 所以还有一种下反呢 就是黑棋最抬动的就是吃这个 那么白棋吃这个 现在这个滚打包手不行 滚包完了外边这个棋心有薄味 所以他一定是大头鬼 先立 然后白棋呢 再吃这个 打这个 黑棋先把它卷进去 先滚大一圈 简单摆 摆给大家看看 对 像王老师教了我一招 过去的定型 然后叫吃 好了 这会儿轮着白棋下 他这个地方总不会死的 他总是可以跑的 这个你要吃的人 太过分了 然后这一袋还有点余味 所以 贵老包棋是说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被 拖完无忧角在爬出来的时候 过去一度让很多英雄好汉 感到很难受 所以当时的布局在第三招 第五招无忧角 托 他的下边去托一下 这个下法就很流行 对 是的 那么后来发生了变化 怎么变的呢 变在一招棋上 一招棋的形状感觉上 小秋我们再把这个棋子拿下来 因为这个棋型来给大家说到 电话还有很多 也很难说到了 关键就是有一招棋 这个是要感谢现在的年轻人 就是过去 他的思维定势就是一加 人家一顶 黑棋下一招一定是这个爬 他觉得他总是先爬 因为这个形一定是这个感觉 就像他人有些时候 他不是视角 有一个思维定势 有一个思维定势 是不是 你比如你看着一碗饭 拿起筷子你就想跑 当然西方人他是拿着叉子 他就是习惯了 他就有个死角 现在年轻人他们开发出来了这招棋 它单断 立刻断 我觉得这个地方 也是说明过去棋和现在棋 它的不同 鸡业成球鸡少成多 就变成现在两种棋 就是现在棋和过去的棋 成为两种棋 没错 你看这个形状感觉 我们各位可以感受一下 加完了立刻就去断这招棋 这个棋形感觉觉得很烈 你明明是送死 不对 没有理由 要写文章的话 就觉得从视觉效果上来说不舒服 这个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说以前认为无忧角这个东西 被人家穿下来 简直是不可忍受的 太可怕了 这个 现在经常会 也不是说经常会 偶尔会 被穿下来之后 你发现 还借用还挺多 比如说长长脚 或者是斑 其实这个也是无忧角 衍生出来的一个变化 就是你觉得被人家拐下去之后 再冲出来 好像这个子的位置 也不是那么不可接受 就这个意思吧 我想强调一个 就是视觉效果 过去完全觉得不能考虑 他也不会去想 但是现在 这个年轻期的时候 他们很自由 什么棋 没有什么不可能 所以才会有这招 有了这一招 改变了无忧角 他这个二路脱之后 原来给黑棋的一个纠结 总觉得被拖得很难受 所以我们大家记得 很多名剧都有 比方说第一届 中日围棋内台赛的 最后一场 李卫平击败藤泽秀行 藤泽就是高高兴兴的 到二路脱 最后还获得了便宜 当然最终是我们聂老赢了 此外 在过去板田和林海峰 争名人的时候 有很多棋 就是这个二路脱 结果你看 当时那么多大师 都没有发现 还有这么一招 单独 所以现在年轻人 在这一点上非常了不起 好 我们看他们的 单段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为什么呢 你现在吃 他马上吃 你没得动了 你必须尝 他得尝 他马上追尽再尝 你不能被他捞进去 还得尝 好 他夹住 脚给你外边同墙铁地 对 这下利不利 现在不是纠结的关键 关键在外面 外边给你封住 这个好 而刚才这个线段 你封不住 他一拐头的时候 你封不住 区别就在这 好 我们接着看 但是也不是说 这一段白旗就不能下 这个陈阳叶当然也很清楚 他就拐出来 那么理事实就接上 沾上 下一招白旗 当然就把这个先走好 盯着这个 那么黑旗要拐下 黑旗要拐 黑旗这个一定要拐补 这个叫凡亦当真 一招进 一招补进 小秋这些就是花活 看起来补的是花活 人家就算不理你都行 将来 在一定的时候 他还有这个 还挖一下 他这边处理好 之后还有这个 你这个花活没意思 还可以当挖着它 所以 单一当真一招进 这是好手 陈阳叶也走 这是好手 正常 黑旗拆二 在这 白旗靠 靠这个 对 非常有趣的一番琴 行 通过这个 今天我们专门给大家介绍 以后各位 无有角被人家二路拖的时候 就不要那么痛苦了 对 因为他连爬的时候你可以再唱 没关系 好 他现在跳到这儿了 跳到这儿 对 那么这旗能轮到黑旗下 对 细旗 看上去和风细雨 行走这个 但是下一招期开始 陈阳叶就能出点问题 所以我觉得我们陈阳叶 当然是现在也是我们中国最好的旗手之一了 对 而且由于他的旗风全面 我个人觉得他很有可能 在我们全中国职业高手 年轻高手 都是主张杀旗 力量为先 是吧 一切用这个说话 在这种形式下 我觉得陈九段还有可能独树一帜 但是确实通过这盘旗 可能也要总结一些东西 下一招旗就是太 就是很不舒服 下一招旗 白旗下的这个 是吧 这个就有点平铺直序 没有什么 这个整个局面的焦点在哪里 对 它就是一个空 关键是下边明显有急锁 还有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要走这招旗的时候 一般上边那个定时是这样 这样可以点进去 是吧 还有将来或者有拖 第二个就是这边看起来幅度宽 但是这个头太大了 所以这招旗 其实白旗全聚还是不错的 现在 我觉得这个难道不是很明显的 应该搬嘛 你看它这个故事很有意思 你只有搬 让它再长 你只有贴 就被它拐过来不行 这招旗白旗可以搬 这个搬太妙 这个可以搬过去 对 可以搬 你不理我 就咔嚓 这里头就有味道了 是不是 待会儿 这儿有跳 将来有一天 说不定还有这个点 总而言之就断 因此它搬的时候 关键是你如果要搬 它还可以连搬 这个故事太有意思了 这就下不动了 你如果先搬 它就连搬 你看 你这儿是有这个东西 你现在走这个不行 它接了 所以你必须先损这个 对 然后你再吃这个 你吃这个它就不要了 它是准备不要的 这两个子没关系 没关系 对 但是这两个子 这个地方已经走后了 而且这个地方 跟这儿有呼应 是 所以呢 大体上搬完了之后 也有可能黑旗就暂时不走了 但是对于白旗来说 这一般一常 这个旗型多好 然后一切准备好了 下一步我再走这个 是的 而且这个大厂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小学它是怎么的 它最早是怕人家走这个 这下边有些味道 现在我头抬高 你没有了 那你只有走这个 好 当你走完了这个 哎呦 我这些就容易下了 哎呦 我这些就容易下了 我这句话试一句 哎呦 它上边就已经先走便宜了 下得很舒服 让它拆二针 拆了几木齐 所以这个搬头 这个是全局的要点 但是陈九段在这会 放过 我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挺不可思议的 好 我们接着看啊 那么陈九段是走了这个 这个被人家搬过来 真的很不舒服 哇 这一搬 就没得通吗 只有搬这个 再一长 这个突然 这个盘上啊 中原的气象就完全不对了 完全不同了 完全不同了 本来这一段很别的 现在它总体变成一个模样了 是 所以这个棋很难受 刚才这个黑棋这边的紫啊 现在都利用上了 嗯 而且这个头啊 就往中央挺进了 对 这样一来的话 中央以后都是黑棋的潜力 是 是 很重要 好 下一招棋 当然这个棋呢 是说它错过了一个棋锁 但不是说这棋就输了 因为我们维基盘呢 确实不能这样下棋 尤其他们都是顶尖高手啊 有些棋也许 你不足 像他不足是有这个 头被人家按住 但他还有他优点的地方呢 毕竟有空啊 是不是 白棋在这振一个 算是一种倾销吧 对 也说不清 也从容 等于是怎能呢 要说呢 很想走这个 适应手 但是这个黑棋 是不是要反击啊 除非他是这样反击 如果不是这样 他怎么反击 我都不理他 还有呢 本来也很想走这个 这个就牵制着黑棋 在这一线暂时动不了手 他也不会接 但是不接你走什么 结果呢 白棋又走了这个啊 这个都也还好吧 前面也是一盘棋 现在黑棋 这个就 这招棋就讨厌 李氏是很鬼 马上让你表态 你不理我 下一步就这个 这个就很难受 跳下去 所以陈爱玉大概在这 也是感到比较难受了 对 接下来几道棋 就有点 有点变形 我们看他们的吧 这棋呢 白棋 他纠结 他又不能从这儿钻 从这儿钻呢 人家不是 现在不急你 他先不走 最可恶的就是这个 如果他挤了 你就接上了 这两个子 了不起我不要了嘛 没关系 但是他不走 他一会儿 他在这儿打你 他现在先跳你 也不知道走什么 你走这个呢 将来他这还有一个站 还有一个罚站 所以很难受 对 是不是 是的 所以陈九旦在这儿 可能感到有点难受 对 他不太好下 但是接下来两步棋 有点怪异 我们接着看 他拖了 他拖 对 这个下法是没有的 就是陈九旦 这个确实他是 他是觉得 没有更好的办法 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办 对 但是这个下法是 确实不太好 我们接着看 他一走 一般这棋下的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你就该想想 前面是不是哪儿下 就有问题 就他没有这个下法 就是我还是说了 这个东西你要拖 要加必须这个子在这儿 才行 才有这个下法 然后你一拖 一挡 你再加 这个就有了 因为他如果要走这个 你马上一打持 就要他命 那就不一样 打结就要要命 对 这个是可以断进去的 这胡可是松了 进不去 换句话说 在胡可的情况下 这个系列的腾挪手法 是没有的 但陈九旦可能是觉得 这地方 要么就是他敢于尝试 要么就是确实 被人家非得难受 作为结论来说 其实我觉得 要么就 刺一个 飞一个 这个下法行不行 因为刘有一个二线 要么你就直接飞算 我觉得就直接飞 直接飞 因为你不能 就敲一下就很不舒服 对 那你就直接飞就是了 了不起就飞过 没关系 我们看他走这个 但是这个棋也怪 就是试下的不太好 但是棋也没输 你说一下子不行了 也没到这种地步 当然李适时就很高兴 下到这儿他就发现 你陈九旦是以内力深厚建长的 虽然前两天刚输给你 但是他还是觉得 我用这个方式看来很成功 因为这个毕竟是三星世界大赛 对 是不是 是的 而且现在我们棋界只要是 当红的小生 他们的棋往往都会被全中国 乃至全世界的奇迷朋友 大家都非常关注 尤其大赛的组合当中 两位都是大腕的话 那这盘棋肯定很受关注 所以李适时九段 故意下出一个非常平稳的布局 也可能有迎合观众需求的那种 有那个意思 责任感在里头 也可能有 让大家换换口味 对 而且李适时在三星杯 这是第十八届 前十七届 他一个人夺得了四届冠军 也是三星杯历史上 夺得冠军最多的一个人 好 我们接下来看 这个没得动 这个棋 因为你不能退了 你退再顶过来 这个不像药了 你只要吃 下面一条棋 李九段是没有下到最好 我觉得 但是他也算是一种气势 其实他走这个就行了 就根本不动 走这个 你说黑棋走完了 白棋在干什么 什么用都没有 你提这个是后手 是不是 对 就他打了 他下得更带劲 更带劲 关键是人家一提过来 他突然满盘一看 有劫柴不舍得用 这些地方都有劫柴 但是一用就亏味道 对 所以还只好自己接上 这样白棋还稍微有点味道 将来毕竟有一个这个 对 是的 那么有的味道也不够 所以还得二路飞过 他现在又不能直接打 因为直接打 发现全盘找不到一个劫柴 对 而且被人家一跳 这个本来就受不了 是的 我估计李四十九段可能原来想的是一打一走 他立刻跳这个的 后来才发现他怕陈尧业立刻给他抡 对 这一抡有点凶悍 抡完了找什么结 我也在看 找什么结 对 总而言之吧 他就接上了 他接住了 然后白棋飞 我们发现白棋这几个交换没意思 他交换了 对干嘛呢 究竟 这个陈九段是 可能下到这儿心情变坏 心情变坏之后 因为我们知道高手下棋 他一个是棋意 还有一个就是情感 对 情感包括了心情 有些时候我们看见一些奇特的招法 实际上跟他对局心情是非常有关系的 所以下成这样之后 我估计陈尧业叶九段心情首先是坏掉了 不太好 其次确实由于之前跟李四十 现在就一点都不怕了 而且非常想跟李四十下棋 所以很快他稳定住情绪 就开始把自己的心态调整成等待 这番区他就从天亮 如果这会是天亮的话 天亮等到天黑 最后非常好 我觉得忍耐也是必须的 有的时候要等待 那么接下来究竟发生什么故事了 这陈耀业的等待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 好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欣赏三星杯三十二强战 陈耀业对李四十的精彩对局 那么刚才跟王老师讲解到 白旗刚刚飞了一个 接下来黑旗要干什么呢 对 刚才小球说到一个精彩对局 是 但这个精彩对局 不是我们看上去大砍大杀 这个血肉模糊的那种 它是另外一种精彩 这个我们接着看 另外一种精彩 黑旗现在打入了 打入 在这 这个不能动 现在是这块旗也就得包 这也不能被切断 所以陈耀业是准备好了 这个是要给他的 压在上面 他算了 这个就是等待 对 这就是第一个等待 那么黑旗搬过 白旗跳起来 在这一带黑旗的墓术 肯定是得了很多 对 这个跳呢 本来这个形状在这儿 但陈九段还是比较深邃 他就觉得走完这个之后 反正将来这一线 被人家出来不太舒服 还有什么时候 不要说人家拉回去 这儿仍然有个段 就算你搬下去 将来人家收官一虎 这儿仍然有个家 不进 所以干脆索性 撤到外边来 对 但是这个毫无疑问 这两招一下 黑旗目数便宜了 对 是的 我很就有点奇怪的是 陈耀业是不是还看着 这个搬完了这个之后 这个断进去 因为虽然之前这些步旗下的不好 但是总是想把它变用的 但这个墨序有 这个你街上断墨序有 这一提这一提就受不了 但是多多少少也算有一点 行 我们接着看 走了这一串有空 白旗这个没什么空 所以黑旗在实地上 好像是怎么一点 接着 黑旗搬这个 搬这个 对 他下的刀也不着急 现在一点一点地收着 他觉得白旗这块旗很薄 所以他搬一个又盯着他的椅子 因此下边一刀旗 这刀旗放在盘上 我就发现陈九段 他这个心态就调整了 开始心情已经坏了 这个地方下的事 我推测 下的这个结果 就心情坏了 坏了之后很快冷静下来 确实他最近跟李世世太偷远 所以平静下来 平静下来就是等待 不急 其实按说 这会儿要有足够的危机感的话 这招旗已经没有办法接了 没有办法接了 那么什么地方可以抢先出手呢 我还是要说这个 就这招旗要下 点这个 对 先看他怎么走 假如说他爬过怎么样呢 不 我就不走了 你爬过我已经便宜了 你就走着一下就行 走着一下就好多了 然后再说 就这下要走着 因为此时不走 以后就没有更好的机会 有些变化都不一样 就王老师一会儿整形的时候 是不是顶了 可以跳在这儿 就跳有点重 究竟整形的时候怎么下 再说 反正我知道这两招肯定 先飞到一下 我在三线 二线 是吧 好 结果他这个还要接 因为这个如果他要拼命 他是走这个 白旗最大的脾气 还可以走这个 或者是挡这个 就不要了 干脆 这个也很大 要是危机感够的话 就这个意思 好 结果他又接 他接这个 对 这两步交换的黑旗的木树又便宜了 因为待会我搬 你得挡吧 我一粘 你得粘回去 把这一粒全是过的底下 这木树又是一大把 接上 那么黑旗 这个地方 小肩 肩 下边一遭也很有意思 这个肩 所以李诗石 到现在为止很狡猾 那很好 但是都是人 到下到后来 他情绪有失控的时候 陈九段 这个肩我也有点意见 我觉得还是要飞 还是要飞他一下 就是因为这个肩 小球他是这样 这个旗星一看就知道 白旗一肩 黑旗在这一带 白旗薄 这是第一个意见 第二个 这个旗星一看就知道 黑旗永远不走了 白旗就走不好 这个只要一肩就走不好 即使你贴一个人一击 你还是没脸好 走什么都走不好 反正你是没脸好 你这种地方也不像样 对 所以我还是推荐 是不是要先飞这个 看他下什么 我都不理他 他不理 我下一步还有胯 立刻就整形了 我这一胯立刻就整形了 走完了之后 恨不得 我下一招还想拼这个 黑旗当然一定是这个 然后再缠着往前走 我肯定不愿意 在这儿下棋 多了这两个之后 白旗这块其实就容易处理多了 对 很难说 反正就想这样下 实在我们主要看这样 他给了李适时一个很好的表演机会 小尖 一走这个 我们发现李适时行棋 动和劲 驾驭的还是不错的 当然作为成绩 当然说还是有一个 就是说组合的问题 这个还不是完全的问题 下面一刀棋 黑旗是跳吧 对黑旗中间跳了一个 对 这个旗究竟该下什么 我觉得有点吃惊 你事实居然会跳一个 他这个跳反正也不见得就是最好还是怎么样 总之他的意境是什么呢 就是很显然 就这个地方 他把周围环境给你改变之后 让你补 你没法补 我觉得这个境界高 对 就对方有些缺陷 我直接去冲击是一个方式 我不冲击 我先把我周围的公式修好 看你这个怎么办 因为我们知道夏威奇 它最大的价值在哪 就是每一招棋放在盘上 你要有相应的价值 对 你不能说我该走一招棋的地方 我走了三五招 还在走 我这个问题解决 你说我死了 你说我没死我活了吧 你就两个眼活有什么意思呢 他就这个道理在里头 所以我觉得这个境界是有 但是夏威一招棋 胜负还是很难说 对 但夏威一招棋 我觉得白棋还是要拼 后来陈九段是贴了这个 贴这个棋马上就坏了 就真坏了 这棋没法补 我认为是不是要考虑吃了一下 这很有意思 后来陈药业获胜就在于这个吃 最后吃到这 李适时超时了 但是现在吃其实也很有意思 小圈你说我吃你早来吃 我又不知道 我在正在想这个问题 我要冲吗 你要冲它就退 那我冲了第一个 我得冲第二个 它就退 那我得再冲 它就再退 你这多放了一个 我好像冲了半天 我发现亏多了 你这个甚至还可以先搬 对 是的 你先搬我也不理你 我把它冲过来 那边就不要了 不要了 地方的来源之影 一袭了之 这个很重要 那么 所以它这个冲是给我借力 也许不应该冲 那么你下什么呢 那我不冲 我只能沾上 那我捡一个 我先问问你 这我有点难受 你不走 我待会 我给你冲断 所以你这个很难受吧 是的 那你下什么 还有这个捡是一招 拖也是一招 拖也是一招 我先拖 你怎么办 你不动身 因为你走这个很难受 我一退 对啊 我看不见你这个断 你蛮受死 你说干脆我一接 你愤怒一接 一接我不走了 那我太高兴了 这白起这两下 白便宜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 最白起来说 是不是要考虑这个跳刺 结果陈九段走了这 马上给了离 是非常好的表演机会 你贴完了 他脚上来了 他先靠一个 反死 对 所以陈耀业肯定 现在已经是大气了 将来要更上一层楼的话 我觉得这些地方 可能是不是应该要 总结一下 没办法只有力 你看他多鬼 他先煎你一下 在这 这个只能要 就不能不要 等你挡住的时候 然后再击断你 这个击断肯定是 他最终的目标 只是这两项 先做一下准备工作 是 关子便宜了 这个不得了 然后你被他冲出来 这一尝 确保这个尝试先手 各位请考虑 你说我走这个 大举为状 他就拐 你怎么办 然后你发现 你走这 这些连绿 他一冲 你这能不粘吗 不粘被人冲了 这三死了 对不行 退不可退 是的 所以走了半天 这个还只有挡住 它是退一个 然后黑气咔嚓一断 断上去了 你这个不能弃 你这个不能弃 那么下边 你这个只有长 黑气再一压 你这个动不了 当然陈亚瑞现在就更加在想等待了 我觉得还是对 有的时候形势不行 又没有反击的缺口的时候 突破口的时候 就只有等待 等 等待可能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对 下边你要走这些的时候 白气走什么 小乔 白气走这 这我会 这你会 这招漂亮 这招一点就动不了了 走完这 我只要一般一挤 就把一只起筋吃掉了 这不行 这个起筋请大家留有印象 这二路透点 这个太要命 这些都不行 对 所以黑气捕 你看李世世多轨 它捕到二路 它保证收官的是 这个是先手 没错 你看它边上已经获得目数了 对 你不要看起来很饱满的捕到这 就欠一个挤 而且人家点 再点 这还有点 有时要哭 这行的要哭了 所以主任二路虎 是 好 下成这样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判断一下形势 所以我就说这会儿 是后来它是挤了一个 挤了一个 对 然后以下还有几刀 判断一下形势就行了 我看看 还是再摆两刀吧 它走这 对 这也是对 它从外边先迂回 把这个环境弄好 不是直接来进攻你 靠 然后印它再搬 然后白旗长 确实看到这 陈九段这个旗好像就差不少了 然后它是搬了吧 对 现在搬了吗 它过会儿再搬 过会儿搬 就这样 先走 好 这会儿我们判断一下形势 因为要不然你说不出头绪 你说黑好白好搞 没有一个量化的指标 量化的指标 第一指标 先数控 好 我们手控就发现这个地方你不能算白旗吃 对 基本上你要算黑旗接 就是你接他接 你要打结当然也行 打结但是这个代价太重了 如果算成黑旗确实是可以接的话 因为这个提过来太恐怖了 如果算成他可以接 或者是算成这样 他的旗子在这一线 那么黑旗是十 十一 就算是你叫吃我走这个吧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这个班式先走 基本上这颗旗是十五目 这个地方十目 二十五目 这个地方是七目肯定没有问题 三十二目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四十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五 四六 四十七目肯定有了 是吧 四十七目 那么这个地方白旗的空是十 十二 十四 十六 十八 二十二 二十四 然后是三十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算成立下来 三八 三九 四十四 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五 四六 就没多少了 对 排面差不多 但是是这个地方算成你空 这一段实际上故事是什么呢 小秋 就他冲是先手 是不是 冲也基本上不撞气 没有什么太大不了的 这两个是奇经 开抗 我得接上 你必须接 他在一家 这一家黑旗只能 黑旗只能脱先了 原本走不了了 那虎就不能再打一下 白便宜 白便宜 所以这个地方 白旗实际上基本上不能算六抹旗 就算这样 我们发现 好像盘面上空还差不多 是吧 但这个地方已经给人家扫算了 关键是 您这五个子是怎么回事 盘上白旗主要是还欠一块孤旗在哪呢 对 你这五个子不能算 你就是活了 或者说人家攻击一点效果都没有 对 所以这个要靠评估 就是说白旗死也不会死 但是接下来 双方在中府这一带 你一招我一招 你一招我一招走下去的话 是白旗肯定要赔的 末术肯定要赔的 它中间 就算稍微拱一拱 总会长出一点木来的 对 另外这个三星碑 它是贴六五板的 这个很重要 所以这个旗呢 我的判断是黑旗大优 其中呢 还有这个 小绝等于他走这个 你不能动 对 把我只能挡住 我们就是品这个格局的味道 所以后来陈瑶瑶的获胜 这个逆转也是很自然逆转的 看出所谓和平旗 所谓这种内立旗 它的一些内涵 你不能断 小秋 因为你断它就长 您是长的了 你下一招不知道走哪了 那我就 你不知道怎么办 是吧 你立它拉回去 你抱吃它打了 是的 所以你肯定只有斑 你一斑它就接 这定型 后来他们也这样定型 你只有虎 然后再挖一个 然后再挖 你只有吃它一接 对 这个断点 现在你不补的话 就白该一个东西 你要补 要不然冲断 这十几目都可以 然后它再加 下一步要打吃 我得接上 你只有接 它再长 然后我还得接上 基本上黑旗现在想要这样定型 能下成这样 好了 它又不走了 你这块歧视是没多少墓 然后中间这个越来越危险 对 而且这个地方黑旗也欠着了 这击打的时候你是提吗 提了背后就管一下 只有作严 对 但挡住的话 这又欠着墓 对 到处都欠着墓 所以这都是黑旗的权利 是的 那么全局的形势毫无疑的是黑旗 我的判断是黑旗大游 还不是小游 但是它这个大游是什么呢 必须这个起手心态 特别平静 时间要够 然后把各个线索组合起来 然后把空收一下 对 就是一边 一手拉枪 一手拉稿 不要冲冲冲杀 后来李适时 就是终于按捺不住了 因为他一切出这招法之后 因为陈耀叶肯定这些下得也是比较难受的 起手之间还有一个气场交流 从气场感觉也觉得陈耀叶好像应该是不行 对 可是我怎么老是拍不住你呢 所以后来就开始进攻 有点急了 就反而把自己原来不大的毛病一点一点的攻得越来越大 这也是围棋盘上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就是进攻方 如果不是十分合适的时候去进攻的话 最终变得自己难以善后 有这种情况 主要是我觉得他在进攻 有的时候还会把自己 可能这个弱点看起来不是很明显 也不是很重要 但是你发现走着走着 这个弱点就暴露出来了 就暴露出来了 我给大家也是画摄影图来说 我们几乎现在就可以继续 这并不是那么好弓 这个东西 它是这样 就是弓也有弓的难处 对 不要有弓就好 你看这个棋 你要缩抬杠的话 是说这个怎么回事 我这也是基本上连上你这块气要死 是吧 你也说得上 但是它这段有个缝隙 是的 你实际上觉得这个段 怎么可能呢 它断你怎么行 对 陈小叶九段也怪 我发现他下了这一招 我才发现陈九段还是高手 他续盘阶段这个刺 他不愿意刺 他不走 他还就想留着这个段点 也未可知 后来就是留着这个段点管用 对 但是现在我们看一接一走 黑棋这一阵 阵这个 看起来挺有气势 我觉得这一阵 李四十九段第一个 他后来心情因此而变坏 第二个确实完全没有必要 那么有一个途径 我觉得黑棋确实可以持续大忧 很快可以获胜 我给大家摆一个示意图是什么呢 就这个地方 其实这已经有个铁头了 还有加上这些定型 还有这个地方 它有个文章可做 我隆重建议 他现在先吃这个 先充施 对 这些白棋一定要要 我得接着 你不要要 他下一步一提 一充一粒 断了又断 对 然后这个断也没了 你发现这接下来的后续手段一大堆 对 你没法做 没法走 所以你必须接 接的时候 黑棋再适应手再靠 靠它一下 就这个很料 你如果走这个的话 小球 他不走了 将来有一天他走这个 是不是 对 你这个地方全进去了 我都怕您直接就加掉了 直接加也不是没有 是吧 所以你这个肯定是亏的 因此你肯定要顶 这招期你一定要顶 你顶的时候它再长 顺便先把外食修好 先把长层修好 你不走 他下一步一冲一加 对 那么你得补 你又不肯后手补 你后手补不是被他先手便宜了吗 所以你要拱 对 是的 你拱它就挡上 我发现这里面味道很热 好 这会儿你发现你曾先手了 这个是先手 因为你不能再硬了 是 你曾先手了 先手之后它待会儿断 你好像不能吃这个 因为它有这个 是 你也可以吃这个 你吃这个 它一走这个 就要吃 这个地方的味道不一样 对 那么假如你要走这个 这个故事就来了 这里面好像 这小时会被刮得很惨 我觉得 它这个就行了 严斑 它这个就行了 这个劫柴应该是有的 有完劫柴之后 你这个还没法退 你看你如果退到这儿 这个是有的 这样一来的话 就成景气劫了 而且就得靠这个劫才能 才能把黑气吃掉 哎呀 常态一次你退到这儿 这个受得了吗 这个受得了吗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 李四十九段没有下出这个期 我还是替他有点遗憾 因为这是他最擅长的 对 那么怎么解释呢 那就是我们陈阳越夺定 就心情很好 跟李四十下棋 他那个也许气场也很好 对 这个使对手产生一些动摇 也有可能 因为陈阳越没有别的选择 他只能这样等待 是的 而李四十九段 这会儿开始造 烦造 进攻不合时宜 还没有 还没有十足的把握 在全局形势占优的情况下 这个进攻是冒进 对 就在你周围没有做好准备工作之前 这个进攻实在是没有把握 没有必要 对 而且呢 他没有说你这进攻 就一定能看见什么利益了 或者接下来 你觉得这条路 我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没有这种事发生 对 那么黑旗到底是怎么进攻的 进攻以后 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 好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欣赏 三星杯三十二强战 李四十对阵陈尘耀夜的精彩对局 刚才呢 这个地方 王老师给大家摆了这个变化图 要先在进攻之前 把自己先加强一下 对对 那个太有味道了 是的 哎呀 但是优势方如果心态调整不好 尤其是进攻方 如果优势不需要进攻 这种优势也很容易守的 对 优势还需要进攻 那么他如果心态调整不好 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 即使是李四十 他们这些也没有解决好 还有鼓励也没有解决好 还有包括我们陈尘耀夜 对 因为毕竟大家都还要继续努力 对吧 可是我们看齐 看出这些味道就行了 你看 两边都是黑旗 中间一块白旗 姑旗 居然这个旗不攻他 最好 好 我们看实战 黑旗先震了一下 震 在这儿 对 然后白旗下 这一专黑旗很难受 但李四十有准备 所以他单关补一个 定回来 下一招陈尘耀夜的斩转腾落也好 这招其实不错 他在这儿靠 靠 那么黑旗不好动 因为简单说来就是这样 本来形状感觉应该走这个 你只有断 他无论是打了退还是怎么样 就算他退吧 白旗是从这个地方卷出去 主要是他这个顶是先手 他脚完了一粘是先手 粘有可能挖你 就是他粘完了有一个挖 倒不是先手 因为黑旗急了也只有走外边 对 就是说黑旗想要攻他的话 他是先手 对 这个反而给他借力 你看这儿有个弯弯绕 弯弯绕不怕 他现在是陶姑旗 这个形状不重要 好 李诗诗长探一扇只好搬 那么陈牙也长 现在觉得这个白旗的形状 好像依然不是那么好 对 但是就怪 他就这些蛛丝马迹综合在一起 你越攻越难受 就是很怪 围棋 所以一定要注意 我觉得我们大家领悟一个这个境界 就是围棋 冲冲冲沙沙沙沙都很好 但是确实这个领域 这个领悟这种感觉 就是我 撒一脚车 我把自己的位置站好 再来看周围的情况 这一点啊 经常都很重要 经常都很重要 他现在跳在这 你看小学他是这样 你冲 是可以冲的 他挡住 你咔嚓一段 你看起来很狂 对 他也可能这儿应该先断一下 但是也不要紧 咔嚓一段 反正这儿是有个断 我断的时候你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 对 你这个地方是可以吃这个 只能吃这个 你看各位 其形变化多奇特 如果刚才你把这些走到的话 这吃就吃掉了 有这个子就行了 只要有这儿有个子就行了 对 现在不行 它长出来了 它这个断是先手 然后你长出来 你卷卷卷 正好可以卷回家 但是中间这一袋 大家可以心算一下 至少白旗不拒这一战 黑旗也不一定碎 但是双方就要摊台 他不愿意 对 所以在这儿我估计李世世九段 下到这一代的时候 耗费了大量时间 因为我自己也有这个体会 就是过去下去有这个记忆 就是也许有些时候你处于优势 但是怎么样把这个优势稳定下来 再巩固下去 非常头疼 很困难 所以被人家陈耀叶这一走 我估计李世世在这花了很多时间 他被人家一跳的时候 发现机不能冲断 外面想拦拦 你就不愿意这样拦住 拦住对外事暂时又没什么用 是的 他不是气人吗 好 然后他就开始拦这个 他压了一下 他退 然后退 退完了他就不知道怎么走 不知道怎么走了 现在这些都来不及了 因为他这毕竟有个急 对 现在你来不及了 所以他拦是吧 是的 对这个拦还是大的 他想利用上面的一些先手 把中间先加强一下 对 然后对白旗再实行强攻 对 他觉得还是很不服气 你这块这么薄的旗 虎了 没斑 他是虎了一下 对 黑旗挖 聚焦 是的 打吃 是 我们看齐看到这的时候 一定要体会高手内心 他的情绪 他的心情 这会儿李世世心情坏透了 其实全局形势 黑旗还好一点 我老抓不住他 他心情坏 就老抓不住你 而且辛辛苦苦得意洋洋的 半天的续盘 一直在自己的掌控当中 同时又是个别致的开局 又不是杀局 是功夫棋 李世世应该很享受的 突然之间这一阵头就变掉 这变了之后 越来越逮不住 越来越烦躁 是这样 这个心情 真是我觉得 如果有哪一位棋手 他永远都是心静如止水 跟着盘上的实际形式的脉搏 跳动而跳动的话 这个就是大事了 但是我们经常棋手 还是会感情用事 总是会有情感的 因为我们都是人 你不可能把这个情感因素都抛弃掉 所以当初为什么李昌浩这么厉害 可能是因为他情绪控制的比较好 他确实控制的 所以我们过去调侃了 所以李昌浩 因为李昌浩这个记录 虽然他现在 我们年轻棋手都可以赢他 但是第一 不能说你的棋比人家高了 因为我们要看棋的质量 这是第一 第二 人家的记录 没有人 至今没有人能打破 是吧 过去有个说法 就是那些新闻记者 李昌浩当红的时候 给他拍照 然后拿着相机 七里哐哒七里哐哒 像机关枪一样 结果拍了几百张下来 后来一冲洗一看 表情都一样 这几百张白拍了 原来拍一张就够了 拍一张就够了 所以跟这个有关系 白棋现在搬了一下 对 下面这一招 白棋 陈耀叶九段是搬 但陈耀叶是越下心情越好 是 他知道对方的正脚开始乱了 同时他也知道 形势他还没有赢 而且不见得好 接上 是吧 这个地方留有一个难言之隐 接住 说不清楚的东西 当然现在他好像是不能走这个 刚才给大家摆过 你走这个他还是这个 加一个 你必须接他还是长 你还是接 好 经过加强 这一代的情况会变 就不一样了 这块白棋真的有点雄多吉少 看起来 好 陈耀叶走这个 他扎 是吧 白棋接上 哎呀 可惜 真是难受 他在这儿鼓了一个 对呀 他不敢动出 因为动出这一代会有些问题 他心说我这个补好 你这个总该老老实实补了 他这个棋呢 其实在中间弓了几下之后 发现这个真的是 把自己的断点拳暴露出来 这个有断 因为你如果不走的话 人家很简单搬出来 你这断点得补吧 我从这儿把你这个子拳切了一会儿 对 如果说这样一来的话 本来你可能这样下 然后把这个冲死 木树可以领先的 但是他现在不敢这样下 对 这个木树可能领先不了了 他主要这一代一时 这个骑行怪 就进攻方 确实有点怪 吓不动 这是由围棋的特点决定的 就做活方只需要四个棋子 围一个洞 就叫一个眼 是吧 两个眼就活了 他就是 他没有非常好的善后的方式 他不知道怎么做 很纠结 所以他就想停一拍说 你这块还没好 我这儿还有个冲断 等等 好 我们接着看了解了这些情况 你发现陈耀夜高高兴性 这个地方一搬 再一反搬 哎呦 你说这怎么会 这个地方黑棋还会有问题 怎么变成好像黑棋要死进去 那意思 是啊 人家刚才这些交换道 全都是黑压压的一片 现在黑棋还要死 这其还没输 但是心情大坏 是 仍然是心情大坏 黑棋断打了一下 忍耐 来叫吃接上 忍耐 是吧 对 所以 就传说中 这个陈耀夜 对于对方 骑行薄弱的地方 他冲击起来 绝对是拿手的 这个我们能看出来 对不黑棋 由于这个段 由于这个段和这儿 没有连好的这个地方 他浑身难受 他下不动 这次确实成绩 但比较擅长 是的 好 但是一擅长 一高兴 下成这样之后 马上一招棋随手又来了 这棋又搞不清了 接住了 对 这招棋不好 对 小学校他应该下这个 靠一个 对 同样是补这个段 扩张这个眼位 应该靠这个 靠这个就好了 靠这个的话 黑棋 如果说搬进来的话 他就加下去 他加下去 是这样加的 这个就好多了 你因为下一步断先手了 对 你只能接他团住就行了 来不及了 黑棋尝不到这一下 尝我先给他断了 没有 尝得到 你走这个他就接 他团住 就团住 你从他挡 他就跟这个接效果一模一样 而且这凭空多两个字 对 下边先手一个眼 底下好多了 先手一个眼 所以肩先手 度过来先手一个眼 是这样 对 那就铁壶了 那么他靠这个 黑棋只能暂时不走 白棋也就暂时不走 永远放在这 有一天 他一走就还原成这样 还有一天 你一拐的时候 白棋不理你了 那我已经先手不断了 对啊 先手不断了 所以这招棋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随手 这个棋 靠 这个棋我觉得好像白棋还真有希望 好 陈彥玉九段一高兴 又一接 这就出问题了 然后黑棋先打吃了这个 打吃 鸡打 鸡打 这鸡打马上看在这要切断 就只好接上 然后白棋虎了一个 虎 这个你只有鸡 对被靠下去 白棋要死了 现在再一断 把鸡筋施了 结果他把这几个外事给吃掉 这棋管 而且还七木棋以上 八木 你要靠下来他一定打结 对 这个打结一打完了不得了 再一打吃 待会说不定这块还有问题 你说这个简直是连锁反应 所以黑棋这个心情确实坏透了 但是到底是顶尖高手吗 棋呢还是难说 所以显然是心情坏了 他不想收木 他就一直想把白棋给打死 对 他不想靠下去收木 其实靠下去的话也很难讲 白棋冲出来他就先把结给提了 对很难讲 如果靠的话这个接下来 至少是不是应该先靠 仍然要靠是不是 靠这个 我不知道是不是至少仍然要靠这个 因为现在这个充斥先手 对啊 你如果要走这个 他至少可以加 是啊 就是这个意思 你再一走他还可以加到这儿 我看看 就至少追求一下 你走 我觉得黑棋是应该靠下来的 然后再走这儿 拖到这儿 拖到这儿 那下一步就拖过 就关子也是没有问题的 好一些 就这个意思 他后来说算了吧 他要靠在那儿 他要看人家那块白棋 对 他要靠下来这个地方打结杀你 还有我破了这个眼 这块棋要杀你 走上一条不归路 这也是有道理的 这也是有道理的 但是就 陈小爷如果刚才这招棋在这儿 就没事了 嗯 我认为 搬到这儿就没事了 嗯 哎呀 然后白棋病回来了 在这儿 下成这样 对 这这个呢也是陈九段 有点犹豫哈 这招棋 嗯 不一定非要下这个不可 可以下这个 断上去 就跟他干这个 这也挺黑的 下一步就是吃了要通了干这个 你提了吗 我在干这个之前做一些准备嘛 你比方说 很久很久以前就应该下的这个 现在你可以下 先吃它一下 现在可以问个应手 对 是不是啊 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可以考虑的 此外 这个地方冲一下 显然是一个劫材 嗯 我这给你抡啊 这会儿可能陈小爷九段呢 又这个气候变 气候变了 气候变了 心气变了 对 所以他认为他想求稳了 是的 你看这儿 这是一个吧 你打过来是很酷 我下一步冲这个 你不理我啊 我得挡住 你这个得挡住 我再下一步点 这个你不理我啊 这个是结材 你删这个的时候 你小心我不理你了 因为我这个结材 一耗起来 只吃这个 嗯 就这个意思 白棋可以拼 结果呢 一读秒 一犹豫 觉得棋赢了 就选择了这个 那个黑棋的下法 就感觉是明显是要看着这块棋 他觉得白棋这块棋是活不了的 但是白棋呢 还是 心里还是挺靠谱的 有谱 他觉得先病回来 这块棋呢 他不是很担心 那小球你认为他靠谱吗 我认为他还更多的是心情 就他觉得这个棋位已经逆转了 理事实 而且如坐针毡那种气场 他是能感觉到的 所以他觉得稳稳的不要生变了 先病回来 对 他可能有这个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看清楚了这地方的死活 所谓大龙不死 他不怕 他是不怕 但是确实不一定活 对 问题是在这 这会儿我们太怀念 刚才这道气靠在这就好了 这个差距太大 和现在这个差距太大 然后黑棋跳这个在这 跳这个 对 他得把底下那个眼线破了 对 要不然的话 底下有一只眼 在这 因为他如果说不走这个 白棋小间这个先手 打痴 然后白棋再走这 假如说你点进去破眼 他由于这个顶先手 上面顶了 这肯定有眼 这肯定有眼 他一家一打一虎 就是火了 这个 但是作为黑棋来说 我就在想 我就因为看这个棋 要琢磨他们高手的心情 李四十九段 他下到这的时候 现在他知道这个形势 已经不是很舒服了 所以他在 其实梳是不是梳了 我觉得还很难说 他天幕有点问题 有点问题 已经有问题了 那么一边进攻 一边留着后路 注意一下木 好像是这个好一点 同样是破眼 是这个好 但是他之前的下巴 好像就没像这个木梳 对 而且这个是不是 劫才这个也好一点 你只有一个劫 你只有一个劫 因为你挡下来是后手 小球对你是后手 完全是后手 这黑棋的下巴 就像是孤注一掷 想要吃的一个 我都不考虑这木的问题 要不然他刚才 我觉得完全是应该靠下去的 我为什么要抓住这招去做文章 而不是这个 明明是这个好 劫才也只有一个 而且你挡是后手 木术也是这个好 是吧 为什么我要抓住这个做文章 主要是要为本局最后的结局 做一个铺垫 或者试图给他找出一个说明 什么说明呢 就是有些棋高手下完了之后 因为他也是人 同时他也不是说无可挑剔的 他总是有缺点的 对 像这样的棋放在盘上之后 一边下着 也许对方陈亚也在考虑 他下了这个李适时 突然应该 我这招去下的不对 明明应该奸罪 劫才也好 木术也好 那么这些因素 可能破坏他的情绪 对 如果他的情绪 不断地被这样破坏的话 最终他的超时负 就有理由了 因为一般我们没听说过 李适时作为现在全世界最强的棋手 你要说他最强 也没有人反对 是吧 他怎么会超时呢 一分钟一步的棋他怎么会超时呢 但他就是超时了 怎么超时的 是不是跟这些心理动摇有关系 我们站在这个角度就可以理解了 对 好 这一走 那陈亚也太高兴了 这就拐出了 这个木术本来就有那个 先一边收着木 一边做活 你来吃吧 很高兴 然后黑棋 哎呦 这个时候这黑棋就已经 他觉得我一定要把你吃了 他只能吃了 这木术已经不需要了 不能释还 不能释还 所以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 就这招棋和这两招 心情坏透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这个黑棋为什么这样下很快 大优的棋就开始破釜沉舟呢 对 我觉得还有一个是面对陈耀义 因为他连着输给陈耀义 好几盘就很疼 在哪儿跌倒 在哪儿爬起来 自己要疗伤 这是一个 第二一个 咱们这个三星车险杯 世界大赛的32强 他毕竟允许你犯一次错误 对即使你第一盘输了 只要后面能二连胜 你也可以进入到16强 这是双败淘汰的一个特殊的情况 对 这个是很别致的一个赛制 很好 他就是尽了最大努力来保护那些 水平很高 实力很强 实力很强 保护他们 保护这些棋手 因为你犯一个错误没关系 还来得惊喜 改正 对 是不是啊 我觉得跟这个赛制有关系 假如这盘骑士 谁赢了 一招其决定终身的话 就单逃赛制 可能理事时 他的下法会有不至于这样 不至于 即使犯了错误 即使这么犯了错误之后 也会考虑刹车 比方说在白棋靠起来的一瞬间 他来做这些动作 仍然来得及 就靠的时候 这个赛制 这个赛制可能也导致了他这个下的旗下的没有那么精确可能 对 不 他就是敢于浪漫 就敢于浪漫 也增加了一定的精彩度 对 这个 真是很有意思 好 我们看白棋到底是怎么 怎么做眼 现在他就白去这儿有一只铁眼 还有一只铁眼 这个地方是半只眼 这个地方不能动 那么还有一只眼在哪里 他先加一个 这个地方请注意没有断 你断的一瞬间他走这个 是吧 这个白棋大街看 你断的一瞬间他走这个 没有用 不是打接 你要吃这些他都可以不要 把这个扑了就行 对 何况你吃他可以接 对 所以这个地方没有毛病 好 这些虎猪 对 这个千难万难 哎呀大棋不死 这么大一条龙 接上 嗯 然后白棋跳刺这个 哈哈 这个我们刚才说过的 嗯 跳在这儿 跳在这儿的时候呢 黑棋难受了 他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他干脆不下了 对他干脆不下了 居然超时了 小秋你设想呢 这样白棋他是 我觉得 我后来因为看这盘 我是看不清啊 因为我觉得呢 在这个地方 就黑棋比较正常的下巴 因为白棋这个靠先手 你只能藏回来 嗯 这个是一个线索 就是只能这样 这个靠是先手 我们可以把它摆成这样 因为基本上不会打这个 基本上扳的时候 你也只有硬 对 是的 嗯 然后呢 假如说在这里黑棋接上 嗯 那么白棋只要保证这个接是先手 我保证这个接先手 假如说我接这个的时候 你打吃这儿 那边上出事 那么我一冲 嗯 这个底下呢是这样子的 就是你看着 好像很容易出棋 但是实际上 也没那么简单 没那么容易 嗯 他如果接上那倒是容易了 那我提掉 嗯 然后他走这儿 你做个假眼 对 我做个假眼呢 一退出来他发现 这里面心死了 对 但是呢黑棋有一个 比较巧妙的地方 就是你断的时候 他一路倒虎 嗯 然后你发现你单提 他弯 嗯 你再团这个 嗯 那你现在搬到也没用 而且你搬不到 你退回来的时候呢 他可以一路立 做两只眼出来 嗯 那你就傻眼了 你全死光了 这个要小心 嗯 但是呢白棋有一个妙手 嗯 我发现啊 就是说他不提这个 他现在呢立在这儿 啊 有怪力 对 这黑棋不能打 挡他做眼了 只能爬一个 没有办法 那么白棋这个时候 哎呦 下的挺妙的 有意思 走这儿 然后他挡住 再一提 提掉 就只能打着一例 做出眼来 嗯 这我们是以作严为目的 当然不计较牧鼠的问题了 对 所以黑棋跟他拼他这刀只能搬 所以说在他接这个的时候 你上面就不能走 啊 你只能把底下的这个灭了给他 啊 对对对 他这个等于说他这个接是决心 不然你被一冲断就不行了 嗯 他只能走到底下去 就算你补在这儿 嗯 但是这个上面就轮到白棋下了 白棋下怎么做也 白棋可以接上 我不知道 嗯 他就断 如果说他拐过来 嗯 他断也行 他拐过来 你要把它断了 嗯 这样一来黑棋中间没有火 他一尝这个 哇 然后这个要整体杀气了 嗯 但是这个呢 依然还是很复杂 嗯 呃 不过我是 我的建议呢 就是说他刚才呢 白棋在接之前啊 嗯 可以单顶这下 单顶贺 哎呀 这样会更好一点 可能 单顶 嗯 嗯 或者说是不是单搬这个 球单一真行 我看着这个头晕 对了 或者是不是可以单搬这个 单搬他不是也只有走这个吗 单搬你就挡住我 是挡吗 嗯 因为他不能打啊 打了你接上了 他不是接就成先手了吗 那除非你打这个 这个又有好多变化 对 这还是很复杂 但是至少呢 白棋把它断开之后 他可以断那个跟他打结 嗯 嗯 这样一来 还是很复杂 对 因为他毕竟这个段是先手嘛 一走他就接嘛 你总得接 对 所以他就先手把你这块切断 是的 这块呢很不幸 这个地方你不见得能走得着 嗯 所以他一挤这个眼没了 对对 他只要把你这个地方眼位先手破了 让你只有一只眼他就成功了 嗯 所以说这棋呢 嗯 不见得就是禁死了 我们也没有看到白棋说禁活 嗯 只能说他这个阶是先手 就是这儿还是有些齐的 嗯 但是呢黑棋要杀他至少有是是有个打结的 对对对 嗯 所以黑棋下到这儿突然超时也是有他的道理 有他的道理 他肯定是没算清楚到底应该怎么杀好 对啊 所以我们现在就用了两种因素来说明他嘛 两种理由 第一种理由呢 心情已经被自己和对方破坏的一塌糊涂 对 这个这一招和这一招 你试试就到后盘 第二个理由呢 就是这个地方确实白棋也不一定死 没错 也不一定活 他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至少是有个打结 嗯 如果接这个呢就很简单 人贴先手这个可以把冲断这一批 嗯 你是没有活起的这地下 对对对 嗯 由此我们在想呢 邱淡云是这样 嗯 在很早很早以前 嗯 又是一个戏剧性的故事啊 当黑棋这两个子在进攻 他是骑金的时候 黑棋先冲先靠这两招交换道 那就不一样 那就不一样 也不一样 也完全不一样 交换道就不走了 也不一样 那么这个话题在我们维棋盘算是什么呢 就是有些次序 就职业高手都是 顶尖高手都是保留变化的吧 对 他要掌握这个尺度 这个火候很难 他就是恰恰需要的时候 我再来交换 但是如果是这样呢 效率固然很高 但是有的时候你想要交换的时候 对不起晚了 来不及了 那么什么是真理 就这个意义来探讨呢 维棋盘算没有真理 就是你说什么时候 只有结果 结果论才是真理 没错 不管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个虽然说超时胜呢 还是好像没有在其他人真正的战胜里是实 这个就是战胜 这个也可以这么说 就是战胜 他这些因素决定了嘛 因为他是自己乱了阵脚 我觉得我们大家要体会这一点就很好了 当头一震 震神头 有的时候反而是自乱震脚的一招棋 对对 体会这个就够了 不要直接攻击 对假如李士时不像这个 我们还看不到这个精彩 这个味道还不知道 是的 是不是啊 他这个我们大家能体会这一点就行了 对 没错 那么最后这盘棋的结果呢 就是直白的陈妖叶是超时胜李士时 当然李士时只要后面联姻仰盘 他还是能够进入到16强 对 而且那个组呢也不是特别强 另外两位棋手 但是这样一来呢 这两位总比分就变成了6比5 陈妖叶领先一盘 很好 这个很重要 确实希望我们更年轻的陈妖叶啊 快马加变得追上 并超过像李士时这样的 严林长一点的高手 这样我们期节更精彩 好 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呢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谢谢 谢谢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再见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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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